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 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一本落满了灰尘的旧书 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 一把再也普通不过的木书 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 请听诅咒 学校图书馆的第四届阅室里 已经没有别人了 只剩下了我自己一个人 这时正是晚上五点 正是晚餐的时间 我也打算离开 发现地上有一本书 书的封面没有了 上面还系满了灰尘 我觉得好奇 就顺手捡了起来 刚打开要看一看 突然从里面 掉下了一个小纸条 我把书放到一边 捡起小纸条 读了起来 半夜时 不要 千万不要照着镜子书头 否则会把鬼魂招来 真是莫名其妙 我把小纸条扔到地上 回头要拿那本书 那本书却不见了 不会吧 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明明是放在那里的 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这个时候还来图书馆 我被我打了一个哆嗦 门开了 原来是管理员李老师 这位同学 我要锁门了 请你快点离开这里吧 要借书 明天再来 好的 我这就走 我站起身来 离开了第四戒约室 临走时 我捡起那个小纸条 纸条在 书却没了 真奇怪 不久 我便忘记了这件事 我是个新转来的学生 新转到这所学校的住校生 这两年出奇的多 全校的宿舍 都住满了人 只有一个宿舍例外 那就是我现在住的213 听他们说 这个宿舍里 只要住了四个人 就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可我不信这个邪 不住这儿 让我住哪里呢 记得我刚住进来时 大家的眼中 却充满了敌意 好像我就是 就是一个鬼一样 后来社长小军告诉我 以前也有一个人住进来 叫小雪 不过她来了之后 真的给这里带来了灾难 当然 这是这一系列的事情 发生之后 她才告诉我的 同宿舍的小金和阿荣 她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子 一个月来 一直都没什么事发生 我觉得 大家对我的敌意 少了许多 可是有一天 我却看到了 这样一件怪事 我不信学 所以没放在心上 现在想起来 我要是真能重视一下 该多好 也许 就不会发生 接下来那么多的事了 那天上晚晚自习 我回到了宿舍 因为第二天要考试 所以晚上开夜车 复习到好晚 抬头看表时 已经差五分十二点了 我下了床 朝洗手间走去 走廊里非常安静 远远的我就听见 从盥洗室里 转了哗哗的水声 这么晚了 谁还在那里做什么呢 我特意往里面看了一眼 一个女生 穿着白色的睡衣 正在里面洗头 看样子 她洗得差不多了 正在用木书梳理呢 水一滴一滴地 从头发上流下来 把后背都弄湿了 大半夜的洗头 也不怕干不了 转身 我就进了隔壁的洗手间 洗手间里的水龙头坏了 我又只好到盥洗室里 去洗手 那女生还在 还在竖着她的头发 我走进去 和她隔着一个水龙头 洗了洗手 她的头发 把半边脸挡住了 我把目光从她的头发 转向了水龙头上面的镜子 想看看她是谁 镜子里 我看不到她的脸 她的脸 都被头发遮住了 她不停地用梳子 梳着她的头发 突然可怕的是 从她那湿漉漉的头发上 滴下来的 竟然不是水 而是血 我赶紧扭头 又看看现实中的她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从那头发上滴下来的 是水啊 不是血 你要梳子吗 一只手伸向了我 是那个女生的手 白白的 没有一点血色的手 里面是一把木梳 我不能截她的梳子 可是 自己的手 却不听使唤地伸了过去 刚要碰到那梳子 突然我发现 从梳子上 也在一滴一滴地滴着血 不 不用了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飞快地跑出了惯喜室 刚到宿舍门口 回头 看到那女生从惯喜室里 走了出来 天哪 我急忙打开宿舍门 插好门的插箱 跑到了床边 接着月光 我看到 表上的指针是 十二点过五分 在夜时 千万不要照着 尽不疏愁 否则 会把鬼魂 招满着 我想起了那张纸条 这一夜 我都没有睡好 闭上眼睛 眼前 都是那个 满头是血的女生 不停地梳头的景象 直到快天亮了 我才有点睡意 等再睁开眼睛时 宿舍里 一个人也没有 看看时间 再六点多一点 怎么了 平时的这个时候 大家还在睡呢 今天是怎么了 于是我起身 打算去洗脸 嗯 走廊那边 怎么那么多人 不会吧 洗脸也要排队 我端着盆走过去 有几个同学走了出来 我刚要打听一下 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扭脸 都走开了 怎么像碧温神一样 走进了人群 大家默默地 给我让开了一条道 今天大家是怎么了 好像都不愿意碰到我 那是一个女生 穿着白色的睡衣 长长的头发 又黑又密 头发间有一些 黑红色的东西 那是血 她已经死了 她昨天晚上说 头发有点脏 很痒 就想洗洗 谁知道一去 就再也没回来 对了小田 你昨天半夜 是去洗手间了吧 哦 是啊 你 你们 你们干嘛都看着我 你们 你们怀疑我吗 我什么也没干呢 我没把纸条的事 告诉小军他们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何况我什么也没做 这几天 我明显感到 大家对我的敌意 一下子多了不少 我本想重新得到大家的信任 可是没想到 不久后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那天 学校的文学社开社庆party 小军是文学社的成员 他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半才回来 阿荣已经睡了 小金去了他表姐家 不知道还回不回来 只有我在看着一本小说 小军那天特别美丽 回到寝室里 还在不停地照着镜子 把他盘着的头发拆下来 看样子是要睡了 我看到他 拿起了木书 犹豫了一下 开始梳头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我突然醒了 看看时间 才十二点半 怎么 我才睡了这么一会儿 刚闭上眼睛 突然觉得不对劲 我又慢慢地睁开 借着月光 我看见 镜子前面有一个人 正在梳头 是小军 他直叮叮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眼睛眨也不眨一下 手机械地拿着梳子 从上到下地摆动着 他就这样输了一个小时吗 从我现在的方向 是看不到镜子的 自然也看不到军的脸 我轻轻地下了床 悄悄地走向军 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这时 他拿起旁边的哲理水 开始往头上喷 那喷出来的 哪里是水 明明就是血 那血 顺着小军的头发 一滴一滴地流到他的身上 又流到了地上 可是 他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有一些 甚至喷到了我的脸上身上 我看到 镜子中的自己脸上到处是血 像是 像是我刚刚杀过人似的 我低头再仔细一看 身上没有什么血 只有一些褶里水的痕迹 这是怎么了 我一把抢过小军手里的梳子 扔到地上 为什么不让我梳头 我要梳头 给我 我要梳头 就在小军转过头时 他的头发飘了起来 我看到他的脸了 月光下 我看到小军的黑眼球 慢慢慢慢地变白了 最后一点黑色也没有了 他的嘴也没有了血色 和眼睛一样变成了白色的 还有 还有眉毛也 这 这不是小军 这是鬼 但愿是千万不要照着镜子进入头 否则会把鬼魂招来的 小军梳头了 鬼被他招来了 这时我感到喘不上来气 是小军把手放在了我的脖子上 用力掐着 还不停地喊着 让我梳头 给我梳子 我要梳头 我感到 我已经上不来气了 只要他再用力 我的脖子就会断了 小军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的 他一定不是小军 突然 我眼前一黑 一下子倒到了地上 小军也倒下了 压在我身上 是小军他们回来了 他打开了灯 阿荣也醒了 而小军却昏迷不醒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回来你们就这样 小军是怎么了 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可无论怎么解释 小军和阿荣就是不相信 小军 你相信他说的吗 才不信呢 阿荣你呢 对了 小田 让我们看看怎么相信你 你有证据吗 证据 当然有了 那个纸条 我是带回来了 你们看 稻草 这就是你的证据 哥 上面什么都没写呀 什么 没有字 我接过纸条一看 上面只有一些折痕 真的一个字也没有 第二天中午 小军醒了过来 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什么也记不起来 阿荣对我的话 一点也不信 只有小军愿意帮我 他主动要到图书馆里 去找一找那本书 帮我找证据 就这样 一周的时间 很快过去了 又要考试了 这天已经是八点多了 宿舍除了我之外 他们三个人都还没有回来 我捧着书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醒了 毕竟是要考试了 睡也睡不时 看看表还不到十点 还好 那就接着看吧 小青还没回来 阿荣和小军 怎么也没回来啊 看来今天晚上 这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一甩头 感到自己的头发好黏了 我的头发就是这么不好 老是黏到一起 应该书一书 不过 我的手刚伸向梳子 又停了下来 我想起了纸条上的话 过了一会儿 我还是拿起了木书 还不到十点 应该 应该没事了 镜子前的我 看起来脸色很不好 头发就像一堆稻草 于是我梳起了头 一下 两下 今天的头发特殊地柔顺 越梳感觉越舒服 我就这样不停地梳着 一点也不想停下来 忽然 我觉得窗外 好像有人在看我 我慢慢地把头 转向窗子 但是我浑身的血 像是凝固了一样 窗外漆黑一片 一个女人的脸 出现在窗上 她的头发 遮住了大半边脸 我看不清她的样子 再仔细一看 那女人又不见了 是我看错了吗 这是二楼啊 回过头来再看镜子 我惊呆了 镜子中的人是我吗 我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头发 都梳到前面了 我突然意识到 那镜子里的人不是我 是那个女人 就是那个梳头的鬼 来吧 我们来伤手 她的声音从镜子里传来 我顺从地照着她的样子 一点点地把头发 梳到前面 遮住了我的脸 我说的顺从 这是我的手 我的意念告诉我 不要听她的 不要信她的 头发有点长 还有点乱 剪也剪吧 她从镜子里 递给我一把剪子 我接过剪子 对着镜子剪了起来 头发断了 从里面竟然流出血来 顺着头发流到了我的脸上 我感觉我的血好凉 好滑 就像我的头发一样 透过我的头发 我看到镜中的我 满脸是血 这时 血越流越多 我左手拿着梳子 右手拿着剪子 剪着梳过的头发 血很快地流了我一身 此时的我已完全受了 镜中人的摆布了 我站得稍微靠右了一点 右边的头发 看不到了 我便望死我 挪动了一步 踏出的左脚 还没有落到地上 而是踩到了什么东西上 我没站住 一下子摔倒了 手中的剪子和梳子 也摔了出去 我这是在做什么 我突然回过神来 我自己的意识又回来了 我不是不信鬼吗 怎么受了鬼的摆布 快拿起梳子 拿起来 不能 我就是不能 我感觉 从镜子里伸出一双手来 死死地拽着我的手 要我去捡那把梳子 我用力地把手挽回了 你以为你不拿梳子 你就死不了了吗 是的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我不要受你摆布 我不要死 我的力气越来越小了 脸上的鞋蹭得满地都是 很快 我的嗓子也哑了 而手指间 就要碰到梳子 门开了 小婷 阿荣 小军 他们都冲了进来 小军 我说的没错吧 小婷你不要听他的话 要相信自己 这是我这晚 听到的最后的一句话 我醒来以后 已经是三天后的事了 我的三个室友 在旁边看护着我 好久没有感受到 这样的温暖了 最要感谢的 当然是小金 是他证明了 这些怪异的事 与我无关 那天他听了我的话后 便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尽管我没有拿出证据来 所以他主动到图书馆 去找我说的那本书 我找了六天都没找到 你出事那天 我在图书馆里 找到了一本很老的小刊 上面有一篇相关的文章 说是若干年前 我校有一个女生 她有一头很长 很好的头发 后来她得了一种病 使她的头发 慢慢地都掉了 从此 她便恨那些头发 又长又密的人 不久 她就死了 她死后 这些怨气便集中在一起 每当半夜时有人梳头 她的怨气便会来找那个人 可是小军和我都没有死啊 因为 而找你的不是鬼 是怨气 你越相信他的存在 他就越会厉害 如果你不相信他 这怨气的力量就会减少 你和军都不信鬼 所以都没有死了 如果你再见到他 最好的方法就是 扔掉梳子 更不要看镜子 那 那小军为什么记不起 那天的事了呢 那 那可能是小军的意志力 没你强吧 军出事那天 是你帮军赶走那女人的 而三天前 是你靠自己的力量 赶走了她 可是 就在一星期后的一天 我从睡梦中突然惊醒 我发现 我怎么又睡着了 今天可是小军的生日啊 说好了大家都要去他家的 可我却在宿舍里睡着了 看着镜中 头发乱蓬蓬的自己 我拿起梳子 连忙梳筒 剧中人物 小田由葛晴饰演 李老师由李洋饰演 小军由桑野饰演 阿荣由郭伟饰演 小金由李志饰演 编剧图写 导演和睦 录音合成 王宝云 有人在看着你 有人在靠近你 谁 叶金昏 王宝云 我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